大家好 我是阿云 这期视频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怎样重挣MySQL密码 首先我们运行 然后输入service.msa 确定打开服务 打开服务之后来 我们按键满m键 可以快速定位到MySQL的 好服务程序 然后右击 将它停止掉 停止之后 我们的右键属性 然后输入启动参数 在这里输入 sigip ground tables 跳过 登录授权的权限验证 输入完毕之后来 我们再启动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返回到桌面 然后打开内部卡 厂中的MySQL管理工具 打开最后来 然后我们找到本地的数据库 然后点用户 找到root用户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这里呢 如果你直接输入对它进行修改密码的话 会报一个错误 好 这个错误呢 它就会提示你啊 没有 scape ground tables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执行了 只是我们没有刷新 没有执行 应用flush啊 这个命令 在我的博客文章上面 这里啊 冲出密码 这篇文章啊 有说明啊 你找到那个命令就可以了 将它拷贝下来 拷贝下来之后呢 然后 啊 先拷贝吧 好 拷贝下来之后 我们返回到工具软件这里面 返回到lipkata这里 然后新建一个查询 啊 创建新的查询之后 然后将它粘贴进来 执行一次就可以了 ok啊 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执行第二条命令 就是修改密码这条命令啊 这是通过alto这个命令 好 然后将密码改为root ok啊 换了之后 啊 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选中的一行 好 这样密码就已经修改成功了 但是我呢 我们要返回到service啊 加强 messive 服务重新启动一下 停止之后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啊 点击重新启动啊 启动成功之后呢 再返回到桌面 打开lipkata这个工具软件 使用新的密码登录mycycle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是原来的密码 所以要编辑一下 输入新的密码root 然后测试下链接 ok啊 已经成功了 好了 这样就已经重置mycycle密码已经操作成功啊 呃 关于mycycle重置密码呢 可以访问我的博客文章 上面有更详细的介绍 重置密码还可以通过命令的形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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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